小夏 早安 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小夏 昨晚回來了 昨晚回來了 真是 美國的駕車的距離都很重要 國家大了嘛 也不是距離那麼近 我開會一直開 開了回來 開了頭都大了 因為剛剛去完古巴 我古巴的東西都還沒弄 有些人在催我 我真的沒空 我古巴有十幾個故事的 我一直弄出來 給大家看 接著回來很多事情做 不過今天Elmer 你要講Darles 我先講一聲 我剛剛就將那個 我就將那個阿根廷的新總統Millay 他去到Darles 他講話呢 我將整篇 也是《ChatGPT》譯的 現在有這麼多創作 我都沒空看得那麼盡 這麼巧啊 是的 整個文稿出來了 我就譯成了中文 放了在我的Patreon上 我開放給公眾的 國語和國語的語音全部開放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看 挺精彩的 我就是因為看到他的那些東西 我不是從你那裡看的 我在YouTube那裡看他 我今早才上去的嘛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 不如說一下這件事 因為香港呢 香港一般的老百姓 對Darles就不是這麼了解 反而大陸呢 因為大陸以為自己 個個都以為自己是 生去啦 是啊 生去啦 以為是幾億還沒開頭的那些 那個個都很向往那些 跟那些有錢人呢 大家可以來往 可以在一起 出多少錢 那時候巴菲特的那些吃飯 很多人給錢去吃的 就是這些 香港那些廣東人就沒有這麼虛榮 說老實話了 這個真的是虛榮 變成了他們對Darles 不是很多人去參加的 沒有人給這些錢去參加這些東西 就是靠關係啊 不是很流行的 而且香港那些地產的人呢 跟那個Darles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因為他們做香港地產 就是一個香港本地的事來的 就是跟那些世界那些大公司那些 Fortune 500就沒有什麼大關係 但是這個會有它的重要性 當然 尤其是這次呢 就是阿根廷那天呢 一般呢 個個都是坐私人飛機去的 阿根廷這個 這次呢 坐Business Class 帶了四個人 連了它五個人 那坐Lufthansa 就從Bornais 就飛去Frankfurt 再飛進去 再從Frankfurt就飛去Geneva 那裡就是Darles 一般人呢 就飛到Geneva 接著駕車上去 那些正式參加的那些呢 就是私人飛機 所以那套私人飛機呢 迫到呢 講著 真是幾百架私人飛機 是幾百架 停都停不了 你的預算先約是那些世界超級富豪 其實這個Darles 整了五十幾年了 最近這十幾年才特別紅的 因為那些全球那些巨富 為什麼找到Darles 滑雪勝地來的嘛 窮人去不了的嘛 它是開放的 你可以報名參加的 你自己千辛萬苦不知道怎麼找到 你賺多錢 就聽到那些人 那些帮傻 沒什麼 Darles 很有意思的 因為我以前呢 就經常被朋友叫他一齊去 叫完去呢 我就爭到他入骨 叫見了 從來就 因為原來做記者的時候 不方便跟著那些頭顏的人 走得去啦 後來去到盧聯產聯 爭到他的死的 我比較喜歡跟那些下層的人接觸嘛 哈佛的時候的人去的很多 那怎麼樣呢 他們那些人跟我說 去到那裡 他發入的那些牌不一樣 以前 現在不知是怎樣 有綠色的牌 有白色的牌 白色的牌全部可以去談生意的 其實去Darrowse有幾批人 一批人就是世界巨富自己去談生意 還有一些世界政治巨頭 那些政治人物去到那裡跟生意佬找些什麼話題 幫助世界 幫助其他人談 其實多數這些政治人物去 是去找自己下台之後 去跟誰做董事做顧問的都去 做顧問做董事 是的 全部都是這樣的 打喉嚨 炒得這麼熱其實是王岐山去的 反而每次王岐山中國 即是中國去到 就有生意了 他們想著那些人 當著中國 中國多項目的嘛 很多項目 個個都當著中國 所以過去那20年中國是主角來的 是啊 所以你要看一下 美國那些或者西方的富豪 怎樣將自己國家的家底滑空了 拿去中國呢 這是關鍵的地方了 所以中國是中國和西方金錢勾結的地方來的 另外還有一批人是什麼呢 一批那些非政府組織 那些知識精英去拿錢的 去做廣話什麼什麼的 做家富豪去要錢 我也知道華盛頓有些那些組織 每年主要是靠那個地方募捐募回來的 有些地方去完之後這裏有100萬那些富豪呢 Bill Gertz那些閒閒地給你1000萬不是一件事而已 這裏派100萬那裏派1000萬 派他們買了非政府組織 買了非政府組織是專門做他們關心的議題 他們關心的議題呢 看上去好像是窮人 那些窮人為世界負責 其實全部是為自己賺錢的議題 最典型就是綠色 就是所謂綠色的環保政策 環保政策一整就將全部美國的基礎 那些基礎工業 比如鋼鐵廠那些能力搬到中國 因為美國污染 能源、石油 中東那幫人去了很多 全部在做生意 投資 那些非政府組織那些掛了綠牌的知識分子 好像很愚蠢 那些人掛著白牌的人全部在背後談的 就算以前有些政府裏一些高級官員 我有一次問過副部長 他都拿不到白牌 美國的副部長 這個購物是瑞士人還是德國人的這個 應該是瑞士人 忘記了 五十多年以前的 他實際上 以前美國我都很參加這些這樣的 就是美國人有這些所謂有錢 有權力的人一起做很多社會服務的 除了他們大家聊天之外 就很多社會服務的東西 但是這個就真的是了 這個純粹是一個權力的東西 所以不是一種美國文化來的 這個東西 這件事就真的不是很好 那些人大家都在講權力 那些年輕人 投行那些 去得到就跟人有些機會 好像很厲害 是很厲害的 就在外面吹一輪 所以我說這件事我就覺得不太妥 反而美國的精神 美國很多精神都是為了做好事 做社會 貢獻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我剛剛又開了第二篇文章 你看著我那篇文章是Politico的副主編 他第一次去了 他說他的文章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Darmos的精英聽起來很愚蠢 真的 Darmos的變化 就真的這五十多年 原來真的不是一回事 大家去滑雪滑雪 去一起聊聊天而已 那就顯示了世界這些年的變化 真是很有意思 第一個當然是中國參與 那你跟著你見到那些人 你最早整班有錢有權的人 湊在一起 他有什麼呢 他當然有錢 但是他那時候要談資訊 要大家交流信息 這些信息 普通人沒有信息 看一張報紙說什麼 他們的信息在內部 而且很多報紙有秘書跟你集合 他們有很多信息可以交流 這件事到互聯網之後就玩完了 大家都有 現在我這樣說 站在我的地上 我不是這樣說 不是說別人我見過 你又見過 歐麻見得多 全世界開會 第一個原來很小的會議 真的很精英 說大家 你知不知道哪個地方又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網上打個字進去什麼都查到 所以信息壟斷給你 就沒有了 然後 原來很多人說 我們可以談很多高端話題 高端話題有什麼 就算我們現在在互聯在那裡談 是一個象徵 原來那些人 你說你要談這些大話題 你跟誰談 你家裡開個派對嗎 大家坐著聊天 有些談 你天天去哪裡談 他那些人坐著 嘩 可以就發起言論 現在自新媒體時代 整一下一個不對 新媒體那些在網上談一下 都更多人 更多人聽 他們玩完了 那套信息壟斷 那套 他們現在唯一做的就是 去到大家有錢 他們要壟斷這件事 用錢去買輿論 用錢去買信息 所以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十足十買齊的 那個阿根廷 講對他們根本就是 是機笑他們的那幫人 是機笑的對象 特朗普也是機笑的對象 是啊 特朗普真的也是笑他們的 是啊 所以 但是他講的很精彩 他講的其實就是 我那時候那本書 就說社會主義 你怎麼可以依靠個人 國家 就是那一篇 我現在兩篇都弄出去了 大家 掃一下馬 不用訂閱都可以看到那兩篇文章 這個阿根廷這個總統 這個算是總統了 總統是 都挺硬的 真的 有貶值 現在都 看他 就是 美國不是直接幫他 不是很願意幫他 不是 他來求美國 美國不肯幫 如果特朗普在上面 就是 拜登政府爭死他 但是呢 他就退出了金磚五國 不是金磚國家 他退出了原來計劃加入 一帶一路都退出了 砍了一半政府部門 是 厲害 他就是populist 是嗎 是populist 他是populist 真正populist 是啊 是政府 所以去到達沃斯 大家 歐瑪你去過沒有? 我去過 我也是跟北京那幾個人去的 那時候北京的人去到 個個都湧住了 跟他們做生意的 機會多 很多機會 你想想那時候那幾家銀行 那幾家 中國那幾家銀行 開始私有化 你記不記得 哇 那些人湧到過來 就是你拿到那些股票 拿到那幾家銀行股票 一定會賺的 他跟著就上市了 他明給你賺的 明給你賺的 明給你 那時候那個權 那個權在哪裡呢? 在周小村 在周小村手上 那周小村當然這件事 跟誰在銀行夾 誰在銀行夾 就跟王岐山談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決定的 很厲害 大哥 這些雕大 因為每次你拿到他的原子股 跟著呢 他們一上市就不得了了 十億八億這樣賺的 是啊 幾十億 中國銀行工商 就是那幾家大公司 那幾家大公司 每個都配一個 配一個外國的銀行 那就是他想著說外國的銀行都有份 那那些人他上市的時候 那些人就買他的股票 就是給人信心 每一家就配一家外國的銀行 那哇 真是糟糕 我告訴你呢 最後的結果呢 最後那些銀行都要賣出來的嘛 要賺錢的嘛 他上市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賣出來 總之給誰收光呢 就給新加坡 大馬西收光 所以大馬西是全中國的銀行裡面最大的股東 哦 這樣啊 是啊 但是他多少是幫裡面的人代替的呢 就沒有人知道了 是不是 就是大馬西實際呢 大馬西很精的 真的代替的 美國 但是生意呢 他真的是 就是 李光耀那個 那個媳婦 何貞 就是你現在那個 李顯龍的老婆 李顯龍的老婆 他就管了大馬西的 他就真的等於是 可以這樣講 等於是北京整班高官的白手套 哦 這樣 這個信息很有趣 很有趣 大馬西賺很多錢的 大馬西是所有 就是新加坡國家的投資公司 他全名是大馬西亞 Tamasek 不是馬來西亞 Tamasek不是嗎 Tamasek 哦 這個你們一般人 我要查 我要查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很值得 蛋啊 淡啊淡 三點水兩個火淡啊 炭馬 炭馬石 好似 馬就是馬來西亞的馬 Tamasek 是 好啊好啊 這個大道呢 他怎麼樣 他所有大陸很多東西 都叫他幫出 幫他出去收購 還有代錢 很厲害的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根本就是 關鍵和他來往呢 就是王岐山 哦 有趣有趣有趣 這個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還有呢 但是現在大麻煩了 現在死 其實呢 中國的銀行 已經破產了 你想想 這麼多錢 沒有人還 整個地產 不是只是地產行業 每個行業都還不出錢 我只要跟你講很簡單 因為機場高鐵 什麼什麼 沒有人還得出錢 有很多那些所謂的那些 那些收錢的那些 那些收錢的那些 那些收錢的那些高速公路 也是全部按給銀行的 那銀行借給他們 那些所有高速公路 都收錢收得很厲害的 那些那些呢 起了一段呢 就賣了給那些私人 私人到銀行借錢 來給政府 給政府 那變成呢 實際所有的資產 中國所有的資產都是銀行揹著的 不是揹著的 有趣的 有趣的 這個真的有趣的 那銀行突然之間 現在還不出錢 每個都還不出錢 現在每個都慘 那銀行根本就是已經是 就是說已經是破產了 只不過政府撐著它 就不讓它破產 那現在那些股票呢 全部在大馬西售 哦 那這次真是報應 這次真是報應 這次真是報應 很多報應 這次很多很多報應 華爾街有很多報應 那些做壞事 跟共產黨擁頭擁頸 那些差不多 每個都報應 今年的上面 這些全部都在今年的Darvos的話題裡 那些人不說 那些人 不說可以的 不說可以的 一說你變成骨牌效應了 這件事會累死很多人的 香港也是啊 香港的銀行借了很多很多錢 給大陸的公司 沒有一間還得出的 沒有一間可以還的 你想他們這樣 香港發生什麼呢 很多大陸公司 不是在香港上市的 香港80%的 上市股票是大陸公司的 那些人在香港上市 拿了錢 那起碼香港有個身份 有個法律的身份 那它跟著呢 就是找香港的銀行借錢 那我押些股票給你 借他私人的股票 再拿給他 那當然可以上去 那個股票 是啊 整個交易所都在香港了 他又按給你 那又簽了名 又按照香港的法律 那香港的銀行 什麼都很重的 借了很多錢給他們 現在就沒得還 華爾街的銀行 什麼成這樣 我們就不知道 那些錢不是華爾街的 是那些基金 華爾街是中間人 那些退休基金 什麼成這樣 是啊 華爾街那些很精的 它只是中間人 正式那些錢的來源 就是那些所有全美國的基金 最大的來源是 加利福尼亞的公務人員的退休基金 公務人員 和老師先生 是啊 那些就是公務人員 老師那些什麼 教師退休基金 全部在那一筆雷頭號 就是加州那筆最大 現在壓在中國中最大的 那筆錢是那筆錢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管那筆錢的人 在大陸那邊過來 是啊 是啊 由他自己管 原本當然不是了 他整整一下 不如你管 叫大陸那個人 你管這筆錢 管那筆大基金 那當然是投去大陸 就是說回頭 現在這個Darrowse這裡 我們看了這麼多年 Darrowse真的 真是世界的自認為是精英的人 在這裡 在中間 就是很多人現在說 Darrowse陰謀 不是陰謀 是陽謀 公開就是一個大家 制定世界未來的格局 其實這個是 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他那裡出來的了 然後又收買西方有影響的人士和政客 給錢 給錢他們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看的最明顯 其他很多美術就是所謂的綠色政策 綠色政策應該是70年代聯合國開始 那時候開始就說全球變冷 不是變暖 叫什麼什麼什麼 那要怎麼處理 用了很多錢 後來到80年開始就說全球變暖 到後來 Al Gore 總統做不成 來推全球變暖這個問題 那他當時 我知道他做了500個億的 他整探 他自己500個億出來整探排放 基本上賠了 50 billion就是500個億 基本上賠了 但是在中間就把這個議題打出來 那把瑞典那個所謂的環保少女 那個真是很可憐的 那個女孩子 其實是精神有問題的 我很想她作為又哭又笑 今年就更好笑 今年開幕的時候就整個什麼 什麼什麼島的那些 那些巫婆 在那裡 真是 我真是很受不了 那你自己為窮人 為全世界 那就開始了 自己就確定了以後 那 當時我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最好笑的 綠色的時候 我在工會 我非洲的同事反映回來 說不准燒煤 燒煤 燒煤是要 什麼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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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燒煤 有沒有搞錯 那個煤是再生能源 因為樹要長的 斬樹去燒煤 你知道嗎 我們小時候在鄉下燒煤 燒煤有煙的 那是煤濕的 是的 超臺第一個 對婦女液影響 第一個問題就是肺氣腫 西方沒有人聽過肺氣腫這件事情 肺氣腫跟著就是肺癌 你知道 入了那些煙 進去他們的肺 那些很小的 那些PM2.5 進了肺裡面 出不回來 就是肺氣腫了 實際那時候 很嚴重的 這件事根本就嚴重了 北京那些污染 北京那些污染 因為北京燒那些東西 燒得多了 入了肺 平日PM2.5就是這件事 但是你說 比如說 你不通吃生 所以 其實最便宜最乾淨 是天然 天然是要開取的 你說是再生能源 就直接整了 他們那些人整了 自己坐著私人飛機 自己大把用電 整了去折騰全球的窮人 用這些 我一早就爭死這幫人 我真是爭死這幫人 不要說 整個global warming 根本沒有證據的 搞得都莫名其妙 你說這幾天冷到飛 根本就整件事沒有證據 那幾天熱的呢 他就吹一輪 接著冷的不提 整個global warming 你跟香港那些人說 因為他聽得多 聽到那些有名氣的人說 全部都是大人物說 那些年輕人 過後都接受了 以為真是global warming 沒有證據的 整句話 難怪 南極的兵就要化了 今年南極的兵村最厚 是 你都不知道整一下整一下 你整出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要接憑全世界的窮人 他們覺得很簡單 他們賺錢 他們賺大錢 他們賺大錢 都賺多少錢 是啊 他們引領整個政策 就是說 好 下面我要投資哪裏 他說 推動政府 政府的政策都未制定 那時候先投資 全部都是這樣的 我真的 這個真是大騙局 而這個騙局從哪裡開始呢 就是Darrolls開始的 Darrolls是他們湊在一起 大家談出這些事情的地方來的 你想一下 原來我們講民主制度民主 大家可以投票去選 我們決定政策的人 決定國家的命運 這幫人利用手中的錢 和用他們的影響力湊在一起 就來破壞民主制度 就來 現在拜登的政府 都說特朗普要做專制 要做什麼什麼 他們這幫人才是專制料來的 專門想了所有的辦法 就去欺騙整個世界 因為它原來 因為西方的民主制度 原來是很堅實的 雖然有欺騙 但是媒體會揭穿 人民會不理 投票 中國加入之後 全球化 他們有中國 剝削中國的10億農民工人 作為基礎 中國現在就是生產能力 整了世界 整了60個生產能力 進去 將西方人民的工業 生存技能 全都兇了 兇了之後怎麼辦呢 但是今天等著國家救濟 等著國家去國家做 國家就是做福利 國家的福利 大家不用做事 現在整件事情 但是很恐怖 整個西方幾百年的民主制度 被他們玩完了 原來完 我不知道最後一搏 歐洲出了大事 歐洲今年出了大事 就是經濟直接起不起來了 加上俄羅斯的天然氣 沒有了 那些平價天然氣沒有了 整個歐洲 由德國 德國現在要博產 是 德國上年發達國家中 經濟表現最差的國家 所以整件事 過去那四年亂到不得了 跟COVID有很大的關係 又是大陸搞出來的 殺死大陸最非禍首 COVID是一個藉口 COVID出來之後 就把所有原來這些潛在的因素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綠色的藍色 把這些潛在因素 全部發揮到極致 因為為什麼呢? COVID 將國家控制人民的能力 發揮到極致 是 真是很恐怖 所以現在就 所以現在經濟受大傷 包括中共自己都搞自己 中共的經濟跟COVID都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所以全世界現在 唯一是頂得兩下就是美國 哎 美國呢 如果不是特朗普就頂住 不是頂住 那現在拜登加速 拜登是破壞美國的加速師 眼睛都不眨的 他還說自己成功 還說自己那套 什麼叫做 拜登nomics 拜登nomics 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不是說靠美國 美國很多事情的前在問題 就是美國原來家底喉 是 但是不經玩的 再玩一屆 再玩一屆兩屆民主黨 玩完了 玩完了 這次的選舉 今年的選舉 是最關鍵性的 真是 真是那個分水嶺 到底成功還是失敗 如果再給他搞多一屆 就真是完蛋了 沒有人敢 沒有人理 大家都由得他 由得他亂來 哪有這樣的 現在美國人民 我作為選民來說 你真是很失望 他要這樣做 他政府的力量大 我們唯一是地方可以頂得下 州啊地方頂著他 聯邦不要說 布什政府也一樣 這麼壞 共和民主黨 是特朗普上去才想辦法改變 但是整個力量很大力量 整個特朗普四年來 就是聯邦政府的力量轉了去整他 去對抗他 那現在呢 但是你看一級一級下來 那些官僚啊 那種深層政府的力量很大的 就是我這幾天去開會也是 就是 你已經有時的事情 大家回想回頭了 那我就舉一個很小的例子 我開會的時候說 我說我們有些問題 就是說人家學校怎麼對付 我說人家那些有名的學校 那他們當然是他們的律師好 那些律師部門 我說你敢說什麼 我說喂 我承認現實喔 你人家那些百萬年新的律師 你都是十幾萬年新的律師 你自己不肯承認的 那就是跟那些學校長說 我們私資資源不行啊 不行的 我們要很驕傲啊 很好啊 我說有時候人的事情 你要改造一件事情 你要面對現實的嘛 你要面對現實的嘛 那時候我一直亂亂亂 又是這樣跟人做得很密 就是回來 他們那些人去說 就是做報告的什麼 美國工人一個人 是頂三到五個中國工人 我有沒有搞錯啊 我當時我就猛走 我有沒有搞錯啊 轉過來差不多 但是呢 他們的政治正確 那你沒有辦法 雖然這些很小的事情 這個是你制定政策的基礎 那時候就是我們制定美國勞工的政策 你說要跟中國競爭 你不承認這個很基本的事實 你根本就做不到政策 就是現在美國到了 就是大家心裡都知道 但是怎麼改 比如你是一個教師 整個教師系統這麼壞 你第一件事出來說 喂 那些私資是問題 我們教育學院出來都好笑 很愚蠢 那句不能說的 你得罪了所有人 這個真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這個 我記得這個是日本人 我昨天跟他們說 日本人當時發展的時候 如果誰做得不好 每個人上去第一件事 道歉你都知道 我們做得不好 下次做得更好 我不是說這個是不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推動 一個推動變化 推動變化 你說我好得什麼 好得什麼什麼都好 什麼都不用做 現在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現在的小孩子也是這樣 一代人說 耶魯說百分之八十A 哈佛還有一些百分之八 你如果這樣得A這樣得法 你的學生 你以後怎麼競爭 整代人不能競爭 我的小孩子在美國出生 接著進去的幼稚園 不用做事什麼都不管 那個先生什麼都說他terrific 什麼都說terrific 什麼都稱讚他的 我那個時候的小孩子 完全不理那些先生的 可以這樣的 他自己一個人的 而且完全不合群的 哇嚇死我了 我還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你害死人一輩子的嘛 你這樣任他玩 完全是兒童樂園來的 根本不是學校來的 現在的學生 現在應該是美國這一套 整套 就是九十年代 什麼成這樣開始 我看著它開始了 現在整整一、兩代人 學生變成了 哇 沒有辦法 我覺得年輕一點 很多員工 特別現在學校 那些教授那些 三、四十歲 沒有辦法對付 你首先不承認自己壞 那我就很簡單 我們要 你們現在去開網課的課 我說不如這樣 把力量集中起來 我去找經費 請最有名的教授來講 大家就幫他改捐 什麼等等 那學校就想 哇 立即就真的 我差不多被人圍攻 就是說你有什麼理由說他們好過你 我心想 大哥人家哈佛教授 就是人家一年拿50萬元 你一年拿4萬元那些 那你有什麼理由 就是沒有理由的 不可以說的 我真的很吃驚 我開網課的態度 失敗 你沒得說 這樣失敗一點 還有這個大事 美國的教育 如果有這樣的態度 沒得改的 不只是教育 什麼行業有這樣的態度 什麼行業 你嘗試聯邦政府說 那些人說你做得這麼笨 沒有用 你跟任何一個人說 你說你的工作沒有用的 裏頭大半工都沒有用的 養著的 哇 所有的那些 所以官僚機構 現在特朗普上來 這樣也有的 立即說要斬一段 全部人變成敵人 我很感慨 美國很難搞 有沒有希望呢 又斬不斬到那70%的人 斬不到的 最後弄到國家擴產 就是聯邦政府 斬不到的就斬不到 斬到一半都不得了 斬到十分的很厲害的了 不是 他斬了之後 他用其它辦法去顧回來 他有沒有合同的辦法去弄回來 總統呢 你說是有斬 你可以斬到他的部門 人 但是呢 國會正在撥錢 你的錢又用了去顧其他人 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Reagan那時候很失望 就說 世界上最長命的事物 最長命的事物 就是聯邦政府機構 就上了去狼回來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心知肚明的 所以 現在 一代人 美國又是 Darrowse的人 這樣弄出來的 說回來 他就用很多 就是很正面的說窮人 什麼的 有時候他會說到 窮人在世上 這麼窮人 那些人是最聰明的 我真的錯過你了 真的 他說完之後 他自己就去賺錢了 Darrowse每次都是 開始官面堂皇一堆 說完自己 後來就關門自己去賺錢了 所以這些 這些真的是 世界很黑暗的力量 是 不過 有點像共產黨 也是這樣 共產黨也是養了很多很多人 養官僚 全部共產黨的官僚就是管人 要管著你整個 所以 我有時候看回頭 你看一下 Milay的講話 講到社會主義那些 幾有意思 你看看他的講話 他就 他是重複19世紀的自由主義自學的 其實說來講去 現在世界已經到了 阿根廷他整理要破產了 人民頂不順了 選他上來 他上來斬他有群眾基礎 那現在呢 美國呢 美國呢 美國更難過阿根廷 因為美國呢 你怎麼說呢 你一動呢 動了人家的群眾基礎 嗯 就是美國還沒到這麼窮的地步 還沒到 美國還可以印錢 到哪一天呢 美元的壟斷地位被人打破了之後呢 美國印錢 世界上沒有訂 沒有訂 沒有人買公債 沒有訂 印錢 印錢 他一印錢 簡直就是縮了別人的荷包的時候 現在已經開始了 就是拜登已經 等美國人的荷包縮了這麼多了 但是呢 如果是 就是我剛剛從古巴回來 古巴疫情 就是這幾年 古巴有500%的通脹率 一通脹 特朗普說得對 一通脹那個國家就反應了 是啊 是National killer 我經常去委內瑞拉的 以前很有錢的 我那時候70年代去 很有錢 阿根廷那些全部有錢的國家 是啊 搞成這樣 真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是的 這些機構才會弄到國家破產 所以美國現在在報後辰 我真的挺擔心的 聯邦政府一旦 就是印鈔機 一旦開了 你收不回 越印越多 越印越多 美國這些印度 大家的荷包縮水是知道的 但是它房地產又在漲 美國又將錢 美元大量在國際流通 你可以等於散去 等到哪一天 國際流通沒有那麼順 你印錢就直接影響 看著每個月的錢就縮水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現在實際 小霞 那個人民幣說 很多國家可以來用 使用 但是你說要代替美元 就是沒有可能 因為那些人一拿一拿一拿 就馬上趕回回美元 講到最後 都是美元主題 這些東西不知道的 這些東西不知道 我沒有這麼樂觀的 沒有這麼樂觀 因為美國自己現在不生產東西 所以大家用美元貨幣做兌換 做基礎 但是哪一天一到一個臨界點 這個世界就變了 不是說中國的錢可以取代 但是中國是有東西出口的 所以這裡很大的問題 說起來全部都很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 我去到那邊 古巴的人經常聽當地的人說 我們的工資是symbolic 象徵性工資 但是你現在回想一下 在80年代我來的時候 就算我這個月七百多塊 我們覺得那個都很好的 現在這些錢 就是同樣的生活水準 差不多你最少要兩千塊 所以都是縮水縮了很多 是的 在大學那個大學每年的洗費 就看得出了 真的馬上就看得出了 是的 我在哈佛那時候 哈佛才兩萬三千塊學費 現在哈佛不是最高 現在哈佛七萬多塊 NYU最高九萬塊 我到大學那時候 包了六千塊一年 已經是私立大學了 就是和所有 和IV這些是一個界線的 那些私立大學差不多就是那個價值 是的 是的 所以這些東西就影響到全世界 都影響到 我是講現象 就是Darvoss 就是Darvoss這些人 所有他們搞的政策 全部是叫賭米政策來的 賭米賭入他自己的荷包 賭你的米 入他的荷包 是的 他想這些東西出來好像很好聽 好像很好聽 很高調 實際就是代代平安 這次李克強帶了一群人去 李強 李強 連胡舒立也去了 胡舒立也去了 還有誰去了呢 香港的林鄭也去了 我看到她 唉 那中國那隊人裡面 那些保鑣多得不得了 我看到走來走去 全部都是保鑣 人家就沒有用保鑣的 這個會沒有保鑣的 他的保鑣多得不得了 你這樣說 你如果看中國去世界其他 如果大家學國際會議 中國雖然是大國 但是不是大國之一 你去到達摩斯 你去到 除了中國自己弄金磚國家 那些主角 但是達摩斯 這幾年我一直聽他們說 一中國代表的人 每個人都看到中國人面 每個人都湧上去 是的 這次沒有了 這次沒有生意 這次李強帶了那些人去 沒有人跟他談 沒有人想著投資到中國 中國又沒有錢拿出來 原本呢 他們說現在那些人管理 那些中國的錢都很大生意的 中國的錢 當然了 現在政府都沒有錢了 沒有錢被人管理 這次他們說很冷落 李強去到那些人都很冷落 唉 所以世界是變化 但是我保證你 在中東的石油國家 會很受歡迎的 就算是 中東有錢了 現在中東有錢了 因為為什麼油價高 是的 他沒有高高 他什麼都沒有變 這樣就撈了很多錢了 你不知道的 這幫人 這幫人都是真是 唉 見錢眼開了 這麼多錢的人 實際上最想打來河包的人 就是最有錢的人 是啊 怎麼會有錢呢 打完全世界都河包 怎麼會發達呢 是啊 而且通過政府來打來河包 那些 就是全世界政府 如果它不是人民服務 就全部都是賊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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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不好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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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MBA的那些人 個個都想著要發達的 發到不清不楚 那些 不是說只是一份高薪 個個都想著要發大達的 個個拿那些做模範 要發大達 即是說起碼二千萬計的了 美金 我的觀察和你說 就是IV這些人 人人都以為他們 可能聰明一些 做題 做那些很快 以為他們很聰明 但是呢 真是不聰明的 就是你如果 你這麼說 你叫它世界指揮大局 這樣那樣 它搞來搞去 搞得你和了 但是它還是名人 你嘗試叫它管一間餐館 肯定由你管到破產 就是 特別是現在越來越上去 那些IV league的人 不但沒有這個 實際參與生活的能力 還沒有競爭性 它沒有競爭性 每個人都要去拿A那種 就真的沒有競爭性 所以 所以特朗普的學徒 是有道理的 現在日本反而是 日本最好的學校 接著你進去那間公司 甚至Fan Fancy是什麽級的 由最低級做戲 全部都是由最低級做戲的 是啊 我不要說我自己以前叫做頭 我無論做什麽部門做頭 我一定要把下面 去那個播音室 按制那個我都會做的 嗯 我覺得如果不懂的話 你指揮別人 亂指揮的 被人滾 是啊 你要做一個好領導 所以那時候看回 特朗普那些 很有意思的 他怎麽判斷那些人 怎麽叫他們做些事情 接著回來 比較那幾個人 這個就是用什麽 用什麽 用什麽 criterium 來比較那些學徒 看誰是可以 誰是不行 誰要炒 要FIRE 這個很有道理的 這件事 實際我們以前 就是我爸爸那輩 每個人都是學徒出身的 生意要學的 你要跟誰學生意 跟誰學生意 以前都是這樣 德國人都是這樣 都要跟的 就算做工程師 也是要學徒的 每個人都要經過一個學徒 現在就 一畢業名校 立即做經理 哪有這麽簡單 名校不如做經理 現在有些理由是名校 怎麽畢業就這樣做呢 他主要是 我看了這麽多年 主要是國家對私人經濟的干預太大 你看現在就算是能源公司 你如果是能源公司做經理 你第一件事要學會的 就是對付政府的各種規則 跟政府打交道 就拿更多補貼 是 那些是大錢 大錢 那麽所以呢 RMV這麽出來的那些人 全部交就交了這些 第一個 就是爲什麽這麽多律師去做 律師本來就不應該做這麽多管理的 爲什麽這麽多律師做管理呢 就是因爲政府的法律條框太多 那整個法律部門就是對付這些笨蛋 所以那麽那天 那麽多律師有個有意思 他說現在的律師 就是權力太大 到處都是權力的 政府部門就是這樣 那這個 另外呢 就是他要很多搞關係 真是 你知道如果生意是靠 如果是做生意 你們怎麽做呢 那是生產 你的電子錶出來 一個個是一個嘛 你現在要靠關係做生意呢 那些生意一定腐敗的 政府拿多少補貼給誰不給誰 好鬼腐敗的 我真的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是很有信心 就是這樣的 對這個世界 它現在那個EV 電動車補貼很厲害 所以個個都張著政府補貼 怎知道那輛車反而做不好 所以Ford和GM一塌糊塗 現在根本做不到下去 又火燭又什麽都搞 那些全部你看那個 Mary什麼什麼GM那個總裁 天天去吸著政府 那輛車就是垃圾了 幾輛車Ford那輛車 是的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這次芝加哥那一棟 電動車的電池都凍著 死了火 死了火 這樣也有的 所以真是笑死人 真是笑死人 哎呀 就是你沒有理由 美國冷就肯定的了 北方冷都不算最冷 這樣就已經全部玩完了 哎呀 慘 那些汽車一定要在裡頭 在室內它要保暖才能夠動 那又浪費電 又能源 就是很傻的 很多很多傻的東西 真的 所以 哎呀 都免得說 不是 你的車是通的 是要hybrid 又有電池 plug in hybrid 就是那個solution來的 是 你那個叫什麼型號 那個叫什麼型號 那個是 Kia是什麼型號 Kia的 有個數字的 那個 不記得了 Kia的Nero 有個叫做50、60 Nero 有沒有號碼的 Nero 忘記了什麼號碼 Nero就是Nero 好像今年那個 不僅60 什麼好好的 好得不得了 是嗎 哎 Anyway 總之 現在就看到 Darwood 說回Darwood 這幫人推動政策 搞出來的 無數的災害 真是 千萬 我們香港的觀眾 比較 對他們了解得少一點 那幫人真是大鱷 我那時候呢 我那時候大女兒 我的大女兒畢業 說要去參加投行 我千萬不要 整幫都是賊 根本 因為我有幾間 我80年代 就有幾間公司 在美國上市 在Nexter上市 我經常都跟那些人 deal 真是賊 賊到不得了 完全都沒有 完全 他們做的 差不多 就是看錢看得太大 越有錢越看錢大 反而窮人 就是太窮又不行 但是中產家 一般的比較 比較寬裕的人家 反而比較好 其實真是 有時候 哎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 好 禮拜日再講 禮拜日再講 OK 好啊 就這樣先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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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